賓賓 Sand 《混得直播 duel來》 《 cash out 電源上電腦上傳染》 賓賓賓聲互 賓賓不斷自2016年開始 賓賓消千里蜆育業務 集結社區與民間業者共同努力 大力推廣海洋資源蜘域 賓賓賓賓 讓大家分享湘湖富裕與生態理由 讓我們掌聲歡迎柯廠長 接下來由我來分享我們的湘湖富裕的過程 大家想到同學水產總裁環廠會想到什麼 可能有很多的代名詞 第一個就是湘湖富裕是其中一個 第二就是海洋保育教育中心 我們是那個抵島的第一座海洋保育教育中心 還是澎湖的環境教育的場所 去年取得環境務的那個場所的認證 然後接下來大家還會想到什麼 就剛才現場提的馬混臺胆 就是要輔導那個業者 那個馬混臺胆 讓馬混臺胆消到全澎湖 甚至台灣胆吃都不夠 現在這個額外話 我們接下來我們想一下這個沙門富裕有什麼操作 關於這個珊瑚富裕 什麼叫珊瑚富裕 其實不是剛才我講的那些方法 就是等一下講的那些方法是其中一種 有很多種方法 就是你怎樣把珊瑚固定在海床上面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技術 怎麼固定 我們想到這個固定的方法 現在目前不錯 其實還有更多的方法 需要大家靠大家 靠企業靠這些民間組織 共同來發行 待會我們也提供一種發行的方式 請大家裡面參與我們這種發行的方式 我們看一下這是什麼 這是老虎石 這是山虎基座 山虎基座是老虎石做的 我們的固定方法就是山虎基座 然後種山虎 然後到海域裡面 這個是山虎磚 種在山虎磚裡面 這是我們整個富裕的流程 這是我們參與總統方文中的山虎基座 然後我們是到我們的水池裡面培育 差不多培育兩個禮拜以後 就會移到海域去做富裕 這是我們海域富裕的那個專的排法 目前這個航班是採這種操作的方式 這種富裕成效蠻好的 經歷了去年那個颱風 很好很好很好 整個受損狀況沒有很嚴重 就輕一輕就繼續 業者就繼續營運了 我們目前富裕的那個面積大約有六座 籃球場的大型 我們看一下 這是我們初期2017左右的富裕成果 這個是看起來很頻繁 不過這個 差不多走了十年的時間 才是這種成果 我們過去的成果會比較快 這是我們的俗港南灣的景色 我們是山湖故意區在這個灣裡面 我們看一下 2019的山湖故意這樣子 到22的時候它長這麼大 我們每年都幾乎都會有一些創新的亮點想出來 這是粉紅色的露條山湖 這個叫櫻花梨的 我們2022的時候推的 然後我們之後 我推了去一場山湖 這種我們之前的山湖植栽的營 就是用這種 這個是老古石 就蓋房子的那種老古石 會補山湖 這種山湖的話 我想出的一種方法 就是用菜糕的富裕 這菜糕的富裕方式 它這個有空再跟大家講 今天就10分鐘的廣告時間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幾杯山湖 我們這個愛心的形狀 接下來看一下這個 粉紅的露條山湖 這個是我們最著名的 那個虛比草山湖 就是南方四島蠻多的 就是清美光岸蠻多的 這一種山湖的話 其實那時候 我推的時候 你不知道航灣可以長這麼好 我們是四種的 結果 結果航灣長得非常的漂亮 我們看一下 另外一種就是 這個是 航灣長湖的部分 我們有這種螺絲 已經在富裕 最後這一種效果是很好 真的很容易掉 那我們後來就研發出 另外一種的方式 插枝的方式 它長得還不錯 這種是我們在場內 跟遊客一起 共同創作的一些 那個長湖的造型 這個樣在我們場內 其實蠻漂亮的 這是我們的長湖培育 這裡面可以養群一草山湖 養得蠻漂亮的 那種專醫證書 這是我們室內的研究的那個 山湖 能在室內養出山湖 而且這一種我們完全沒有加溫 而且沒有加營養鹽 它的水是從外面流進來 再流出去的 我們只有用那個LED燈 還有一些蛋白過濾器 就可以把它買得蠻好的 大家有空可以來看一下 我們的海洋保育教育中心的 山湖培育港 在一方裡面你可以看到 很明顯的看到山湖蟲 而且蠻漂亮的 紫色的薰衣草 跟那粉紅色的山湖 都有 這是我們的海域的故意的成果 近年來我們整個做得還蠻不錯的 這個都是 然後我們有打入了生態理由 跟一些公民科學家的議題 這是生態理由 都蠻漂亮的 這是薰衣草 大家如果想看的話 不用去那個蘭芒市場 到了屯湖馬宮的鎖港南灣 就是看得到 我們這個海龜現在常住在那邊的 鎖港南灣的周遊三次 這是三無殘暖的樣子 這是去年那個 我們合作的潛水鏈子 海洋固件拍的 然後我們接下來 這個我們的鎖港南灣 這捷煤的萊克數捷 除了一捷以外 蠻穩定的 現在都維持六萬人次以上 那個整個 營業額的話 可以到六千萬以上 這是保守估計 然後我們今天是要廣告這個 我們現在推了 東海洋生態觀光樂園計畫 希望東海的每一處 海運遊區都可以成為 我們的海洋觀光樂園 要加入我們這個的話 直接可以幫我們填一下檢查 我們邀請社區 學校或海運遊企業者參與 如果這些社區海運遊企業者 他也可以打入一些 那個企業的資金 這些企業的資金 進去以後 可以共同來投我們的案子 我們會協助 我們出技術跟出一些物資 小型的物資 然後業者的部分出潛水能力 跟一些大型的物資 譬如說要富裕一些 商務區域要富裕的一些 又比較大型的 像我們去年有一個案子 就是取行磚 他們自己出了一個取行磚 還有一些太子一項 這個 就比較大雙的 我們說不了 就是業者要去找 讓大公司去合作 去做 我們小型的物資 我們可以做 我們遺到這種做法 我們做完了以後 我們去年有推 然後我們要成功的 就是那個 井瓜與海域 就幫我們用H型磚 這長得蠻好的 等一下後面又各一張圖 他這個太子一項 在那個山水那邊 還有一個太子一項的 那個珊瑚布衣裝置 這個也長得不錯 去年這兩個都蠻不錯 這個都是 導入一個企業來做的 那我們這個整個 山海文化園的架構 其實是為了 就讓大家有一個那個 就是來碰到的遊客 可以除了旅遊以外 還可以有一些那個 外海的一些教育 那我們透過這些教育推廣 來就是做一個生態旅遊 這些生態旅遊 這些可以當成拿海的熱點 大家看一下這個 還蠻漂亮的 然後一個成功的生態旅遊 所以我們必須要靠那個 政府、社區、業者 這些人共同來做 那我們其實做的蠻好的 我們去年的開工 很多業者 很多民眾都下來 幫我們的鎖港湾 很快的就拔清乾淨了 很快就回復了這個生態旅遊 所以我們這個鎖港湾 這個招牌其實做的蠻成功的 我們今年一樣 我們今年一樣 要授餘這些虛約的案子 我們要去約的話 要提供去年的那個 成果報告書 跟那個 三五呼籲計畫 去年的三五呼籲計畫就可以了 然後 今年我要新增的話 請跟我們提出 三五呼籲計畫 我們已經審了以後 會跟你們 如果你們送的建設OK 我們會跟你們去約 這個是去年的 成果報告書的樣式 然後這個 我們變成 必須要自己調配能力 然後 我們的部分 我們提供那個 三五的技術資訊 這一塊比較重要 因為我們這個技術 走了十幾年 才成功的 所以我們這些技術的話 可以為業者提供一些 三五呼籲的效益 可以找走多願望度 這是我們的 危機化的翻譯 這是我們去年的成果 其實呢 做得還蠻不錯的 整個 謝謝大家